9月19日歌手吴雨菲何佩玉出席某品牌活动 刚刚结束意大利广告拍摄之旅的吴雨菲 心情相当不错 透露在意大利期间疯狂shopping 但即便再疯狂shopping 也没有另外购置行李箱 仍然对旧爱余恩乐赠送的行李箱 不离不弃 似乎仍然难忘旧情 今日无限被判违反竞争条例 被罚90万 刚刚回国的吴雨菲表示 全部知情 其实我就是刚刚才了解 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但是其实环球公司 就是没有歌手的合同的 所以应该不太受影响吧 但是我应该是了解一下才回应吧 日前美食家兼专栏作家李承恩 批评香港乐坛疑死的文章 引起香港乐坛讨论 不少人捍卫香港乐坛并引发骂战 身为创作人的吴雨菲 被问到此事 不忘力挺音乐人 坦白说我觉得 我觉得香港有很多很多很优秀的填词人 他们填的词非常的棒 我当然觉得香港的歌曲音乐 还有歌词是非常的棒 我们作为音乐人 我觉得非常努力去做我们 该做的事吧 但是我真的不了解发生什么事情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在我的手里 请不吝点赞在订阅我们下转发生不了